你们两个 事不两立 你睡觉流口水啊 徐凤年 我就猜到你要闹事 结了良品马下了 要见吗 两位你 谢谢啊 徐凤年 小妮儿 你混蛋 两三年没见 我猜你就去成亲去 我想啊 哪家丫头这么倒霉 嫁给你这个小妮 丫头不错 我不是 我没嫁 爸没成亲呢 还是那丫头啊 你们成亲了没有啊 没有 我们俩我不是 他怕 他包裹中 他这一路背上来 肩上背上 怕都是破了皮 他才不需要被照顾 被可怜 这丫头啊 骄傲着呢 我家丫头 我不知道 谁知道 那江妮姑娘 为什么那么喜欢菜园子 大概是因为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什么东西 是冰冻死你他的吧 希望可以多数据 跟你商量个事 买茅屋 先别拆 愿退 再帮我种点蔬菜 就跟之前一样 买茅屋跟菜园子 都给你恢复了 你当然故意挑衅了 有那么一点点是故意为止 主要还是因为 所以你也是在试探我 我徐凤年以娘亲的名义发誓 我绝没有试探江妮的意思 我背后这丫头 本世子欺负德 你们欺负你 那徐小子 看着不着调 心其实好 你没看错人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 刺杀徐凤年啊 我叫江妮 王国公主 我父王没了 母后没了 家没了 国没了 所以不用复原了 我生来就欠着时间的 都会了才好 大概是为了让她 事先习惯起来吧 习惯什么 习惯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 我和她结果早就注定了 什么结果啊 生和死 幼稚 谁担心她了 我和你还是照样势不两立的 我和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走 别烦我 你就死在睡底下吧 我高兴还来不及 才不会去救你 她就是心里有点乱 没想到你是她的知己 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 江泥知道自己会死 所以不停地刺杀你 是为了让你恨她怕她 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 你会难过啊 徐霄杀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 关键是吗 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能力的 你赚钱是吗 为了 为了给自己下葬 徐露罪称曹昌心 参见公主殿下 你想我回家吗 你身上流淌的血脉 为您带来荣耀 也生出责任 王族无权逃避 如果您留下 这能是一个身份 这样的身份 她会娶你吗 够了 你要逼她 江泥不是丑吗 不管你给我什么 我都不管你 苏丰妍 你就算要死 你得死在我手下 好 那也不错 就您儿 你这会儿杀我 一杀一个转 在她们一笔死了前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和你走 江泥 徐霄是故意把你留在徐凤年身边 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羁绊 还能争吗 可人心不会假 我和你二姐相继离开北梁 从某种角度来说 是江泥陪你走到了今天 冯年 冯年 相信大姐 只有这样 你和江泥的未来 才有一线希望 世子院里丫鬟众多 江泥 但她真正放在心里的 江泥啊 我有江泥 你可以留个地方 我的事不用逼着她 连自己身边重要的人 我守护过 天下 大缺 有什么意义呢 大梁龙雀 这也是我娘 给我将来媳妇的评评 给 你干嘛 世上人潮繁衣 遇到一个人不容易 我不走 好 不走 我护着你 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 时光一冲就散了 那咱们说好了 你没杀我 就不离开 我不杀你 你不许死 我身体眼前 紫妮 我宁愿你留下来 这世间如铁石利刃 我偏就不服软 江泥和北梁 你怎么选 我为何要选 她是我的 北梁和江泥 老子都要 我徐凤年总要选自己想走的路 你相信我 我能两全 有舍才有德 有离别 才会有仇访 江泥 咱们该回家了